大家好,又回来我们《望向编辑》7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欧洲的甄别师,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甄力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我是网友好 一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次就是《世界时事多合一》第一则新闻 就讲一下现在美国的军事专家 就说俄罗斯下一步如何消耗乌克兰的防御系统 因为其实乌克兰防御系统都挺紧绝的 原来这个当中,大家知道 其实美国西点军校都有教一些中国的兵书 孙子兵法都有教的 那当然了,之前也是很多的 事实上这些东西值不值得一学呢? 我觉得是值得学的 但这次他就是这个36计的一个 不是走为上计 不是走为上计,36计当中的一计 就是调虎尼山 原来这样 调虎尼山究竟怎么调呢? 原来因为俄军不断 这几天其实还是向乌克兰的能源基建发动大型的攻势 那当然乌克兰也都,你说是否完全应付到? 应付不到,因为他都拦截了很多的 大部分,那当然也都拦截不到,出人命 那都是要降低俄罗斯的空中攻势能力 不过,原来美国的战争分析家就认为 现在莫斯科下一步将会是用调虎尼山之计 想着令到乌克兰的防空出现了破口 来自Business Insider Business Insider他的一个评论文章 就说俄军的导弹和无人机增加 就是不断轰紧乌克兰的能源基建 可能在想办法令到乌克兰防空系统离开前线 令到他的空军能够放手一搏发挥更大的战斗力 分析就说俄军是会不断加强打击 进一步向乌克兰指挥布斯坚 逼他们将防空系统调离前线 那就可以更加安全地加强空中任务了 支援地面作战的行动 由于你知道其实几乎是善用苏联时期的东西 也都大概知道苏联那种东西 因为其实现在俄罗斯有些东西就是延续苏联 还有西方的捐赠 其实这个防空系统事实上也还是挺得下的 但是你不断这样 因为它的价值很便宜 无人机便宜 你知道俄罗斯人其实它在面包厂的组装无人机都可以 令到这个俄罗斯军机有时候都陷入险境 难以进入乌克兰领控 虽然俄罗斯仍然是靠它的战机发动攻势 但是也都大大限制了他们对于乌方的整体破坏能力 不过现在俄罗斯为了避免冒险使军机飞越前线 想着集中力量 是对乌克兰各地的城镇 尤其是在那些能源基建动手 空战专家就说 乌克兰能够阻止俄罗斯空中攻势 虽然令人印象深刻 亦都有不错成绩 但是 是没办法短期内 令到俄罗斯退兵 长期都很难没有短期 当然 俄罗斯短期内访 可不可以赢了也不是 因为乌克兰仍然有底部 但是由于防空物资不足 还有共和党迟迟未批军门 所以乌克兰真的有机会 要将他的防空系统转来转去 你记住 他这个调虎尼山 他转来转去 其实你就疲于奔命 因为你不够 你只有十套 但他可能轰你二十个地点 你都要取舍 其实这样也耗他们的前线 前线的武器的消耗也更加大 当然这个基于他弄无人机 弄得快 俄罗斯无人机弄得快才可以这样 所以这些调虎尼山 都要看看对加点 如果他是军门及时的话 其实这招就没什么用 但是现在可能他就算是有用 你看他现在疲于奔命 你都知道 当然乌克兰就没办法继续成功维持防空系统的有效性 因为你打出来的点太多 你肯定有点漏得越多 因为他多 对不对 没错 当然 不过乌克兰他又用另外一招 乌克兰近这几个星期 就不断向俄罗斯境内的练油设施发动攻势 当然这件事就令到西方不满意 尤其是阿租 因为你搞到油价升 他就很难损 原来路透社也访问了北约官员 就说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电油厂的攻势 可能已经破坏了俄罗斯百分之十五以上的产能 收复这些设施可能需要相当长时间 你不要忘记你收复你这些能源设施都很长时间 大家一样 在两年多的冲突当中 其实乌克兰和俄罗斯用无人机 也都是向对方关键基建动手 还有军事设施 还有军队集结的地方 最近几个月 其实乌克兰使用无人机 就不断向练油厂和能源设施动手 当然一些的攻势是深入了俄罗斯领土1000公里 对于损失来说 这些攻势也都破坏了俄罗斯百分之十以上的练油能力 这个数字可能最多百分之十五 但是百分之十五 你不要忘记其实它还有很多方法 还有可以叫 有人就说可以叫印度帮忙 印度会帮忙我不知道 有都不出奇 也都是根据损失程度 收复时间可能很长 但始终它都有多 始终它都有多 还有 你也知道 产量跌了 究竟哪个不好呢 当然选举的拜登不好 是吧 另外金融时报 也都在 之前也都说过 美国对于乌克兰 国家安全局 和国防情报部门 的高官多次警告他们 你不要整天向俄罗斯能源基建发动攻势 因为你这个举动肯定推高油价 那其实呢 那就等于是搞到租难选而已 搞到拜登很难选举而已 那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链油厂发动攻势 是真的害了俄罗斯链油能力的 那白宫是感到不开心的 那美国的安全官员也都说 不鼓励或者促成这些俄罗斯境内的打击 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11月的选举了 那美国总统兼民主党候选人 现在是苦苦战斗当中 油价高呢 当然是不利于他的连任了 那大家都可以理解到的 好 这个就是第一则新闻了 第二则新闻就是说美国 就是说这个波音 波音都是大事的了 那原来美国阿拉斯加航空公司 一起这个非脱门事件 那原来就说波音 已经在第一季到向航空公司 给了1亿6千万美金 作为这个737MAX9机型 临时停飞的初步赔偿 那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也都说 这一笔款项 其实相当于本季的利润损失 预计往后会再获得额外赔偿 那这个消息一出来 那原来这个阿拉斯加航空的股价 升了4.4% 波音估计也升了1% 那阿拉斯加航空旗下一架 波音737MAX9客机在1月飞行途中 因零件安装导致 在机舱的面板意外脱落 那当然了 非常之大事 在飞着的时候脱落 是的 也令到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即FAA下令 要171架同机营的客机停飞三个星期 那全美几千架客机都是停飞的 那阿拉斯加航空也都说 虽然事情是属实的 那但是2月和3月的营业额也都高过停飞前做出的预算 那其实他们公司预计 将波音的赔偿计买进去 但是不会进入第一季到调整后的每股亏损 那预计就是1.05到1.15美元 那波音就拒绝评论了 算了不说那么多了 但是之前已经投资人警告 第一季的支出 将会比预期多出40亿美元 因为这些 其实波音也不是很多事件 就是由年头到现在到小 另外最近几个星期 波音737MAX的产量大幅下降 预计也都危及到整体的航空业 阿拉斯加航空曾经在3月份说过 波音因为近期曾出不穷的 这个飞行安全事故 他们要调整2024年的生产计划 阿拉斯加航空 他们也说过 已经预期不会收到波音 原定在两年内交付47架新飞机 航空业的另外一个 空中巴士的开心 也说 你不要 我们的订单对不起 已经排到2030年底了 中巴士没有那么多事故 老板 你真是多事故 自己拿来 自己拿来 有什么办法 你怪谁 最搞笑 这个波音出事 搞到连 这个 美国国务院 都有些事情出来 原来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的专机 也都再出故障 这个是波音证 又是 你看看多糟糕 各样的问题 都是你这家公司的 受到这个影响 其实布林肯和美国代表团 就是被逼从巴黎 开车去布鲁塞尔 参加北约会议的 原来徐行记者就说 布林肯和其他美国国务院官员 3号的时候 就被逼坐车 去到巴黎和布鲁塞尔 原因就是美国空军C70 行器式飞机出现了一些故障 布林肯最终就顺利报答了布鲁塞尔 但是没有进一步说明故障的原因 原来看看美国国会散布 也说美国国务院证实了 由于飞机出现机械故障 布林肯和美国代表团就从巴黎 坐车到布鲁塞尔 很接近 问题是国务卿的专机 主要就是仰衰 再加上最近很多事故事干 所以 你看到现在这些什么 真是令人相当 担心和软食的 因为本来是一个非常出名的 亦弄了很多军备 我觉得他们真的要好好检讨一下 还有还有很多事情 你记得那个波音吹哨人 亦都突然之间离世 而且他说过自己不会搞定自己 亦都引起了很多的猜测 阴谋论 当然不知道 不知道有没有人是 继续相信 他是这样走 但是我觉得后世都大把人说这件事件 不是说笑 原来布林肯的专机 其实这款喷气式飞机 是一架波音737飞机 当然是经过改装 经过改装后就被美国政府使用 其实前往 布鲁塞尔的路程很短 190英里 之前一月份当然 在结束达玉斯 世界经济论坛之后 布林肯登上专机反美的时候 亦都发生了严重的 故障的 亦是波音飞机 不用说了 亦都导致他被逼下机 换成了那部飞机回华盛顿 那你说死不死呢 那看回了 波音4月5号亦都提交了监管文件 亦都显示 在年底离职的CEO大卫卡尔霍因 2023年的这个薪酬 华西利是3280万美金 同比增长45% 其中包括140万美金的薪水 还有超过3000万美金的股权奖励 波音就说今年2月 这位哥哥其实是放弃了280万美金的奖金 你还敢奖励吗 你很不好意思 我先说一句老实话 原来波音也表示 到去年年底 其实卡尔霍因 2023年股权奖励 都缩碎了800万美金 因为很多不好的新闻出来 那你知道股价跌了 那比起当时的薪酬估值 是下降度都挺大 那这个没办法了 那你说关不关他事 你可以说不关他事 但你都可以挂关他事 你当然要抹费了老板 你叫你在公司掌陀人吗 你说这个没办法的 那当然波音的那位崔绍仁 亦都在今年就走了 那他曾经说过 我不会走得不明不白的 那究竟现在他走得不明不白呢 那我相信每个人有不同的答案 我觉得每个人有不同的法案 那当然应该就不关那些阴谋论事 应该就不关那些阴谋论事 但是因为他这么多 这个波音这么多意外之下 所以大家觉得卫尔很奇怪 因为他生前曾经说过 如果我出事 绝对不是自己搞定自己 那他就说了 他没有说错的 他现在都没有办法证实是被人搞定 可能真的是意外 一定不是自己搞定自己 这个是对的 没错 没错 他这句话是没错的 你说得对的 好了 这个就是第二则新闻 最后则新闻说一下这个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其实就是通过了一个决议 那究竟有没有用呢 你知道其实这些决议 说真的 看下各个国家肯不肯实行 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说 那当然是没用了 原来 就是要求以色列 对可能在加沙地带犯下的战争罪 和危害人类罪承担责任 可能而已 其实可能 三万三千人没了 都不用用可能了 那表决有28个国家赞成 13个国家 棋权 6个国家反对 反对什么国家呢 就是这些所谓的拥抱民主价值的 美国和德国 反对了 那以色列就同批 内容扭曲 扭曲啊 那这个决议就强调 必须是确保所有违反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行为追究责任 以结束有罪不发的现象 顶不需要知道了 有他的好盟友在 有罪怎么会罚他呢 是吧 内塔利亚会有事吗 那也表示要严重关切 有关严重侵害人权 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报道 包括可能发生在巴勒斯坦 被占领战争 被占领区的战争 和危害人类罪 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 他就说违陷 强力谴责安利会 长期抛弃以色列民众 和长期捍卫哈马斯 哇 你们的帽子 帽子真是扣得大 捍卫哈马斯 他怎样帝不道都不敢吧 他在投票前也表示 投下赞成票 这个就是扣帽子扣到 投下赞成票 就是令到哈马斯有权 扣下无辜的以色列人 我想问一下 现在你扣下巴勒斯坦人 你又不说 美国承诺是投反对票 因为这个决议 没有具体谴责哈马斯攻势 等着 其实他这个是非常 一个universal 就是一个比较放肆死海而皆准 为什么要说哈马斯 也没有表明攻势 但又是极端主义的行为 但是美方也承认 因为他也承认以色列 你知道他们看到以色列的鬼那么害怕 也承认以色列在减轻对平民的伤害上 做得不够 轻到你说到 如果这些事件发生在新疆 这些事件发生在减轻对平民的伤害上 少许都要制裁你 大条道理 已经 只是双重标准 原来美国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使 这个叫Taylor 他说美国一再敦促以色列 要消除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 和人道主义行动的冲突 避免平民受伤 还有离势 并且确保人道主义行动能够安全地执行 这个是使命 那七个人 说真的 这个台媒真的是狗 说真的 他说美国一出手 以色列害怕 因为他开了新的口岸 是不是 他说多害怕 以色列 你不要忘记 是七条人命换回来的 其实应该是三万三千家 七条人命换回来的 有什么值得恢恶 其实他就是为了赞美国 做一下拆鞋 有什么值得恢恶 还有我们再说一次 如果不是有英国人 不是有澳洲人 不是有美国人 不是有加拿大人 因为有巴人在里面 你觉得他会这样让你吗 根本是因为你自己人什么都可以 这位美国的大使很假 六个月内这场冲突 他懂得说 世者 离世人道主义救援者 比任何一场战争更多 谁比较差 一问你你怎么回答 谁比较差 美国 一台妹 拜登警告臭效 以色列脚远了 他肯定 喂 你不要忘记 他为什么会完 因为七名是外国人 这些世者多数来自西方 如果不是他肯让 之前他警告很多次 当然 现在拜登因为有七 应该是几个外国人 几个西方人 没有了他才肯做事 他才肯做事 三万三千人他做过什么 怎敢硬下去 浪费气 喂 你们经常说到人命是一条都很重要 对吧 经常说到老公 草坚人命 喂三万三千人 新疆有没有人走了 我想问一下 很简单问一下 对吧 他当然说到拜登很勇武 这些台媒说 很勇武 外塔利尔和他通话三分钟 拜登说不可接受 呼吁乙军立即停手 他今天继续轰 他是纸袋停手 他今天继续轰 有什么做过 当然也有很多人出来示威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也说 以色列他不是炒了两个人 炒了而已 有没有其他的刑事责任 炒而已 还有好像三个人 五个人被人谴责 给了一个警告他 是这样的 七个人没有了 七个人加三万三千 煞乔气 说到这些异政词严 其实这些全部恶不群来说 当然 他们也发生了一份声明 我们就会改善 袈裟地带人道主义现状 就是你之前做得不好 安排防止袈裟 发生人道主义危机 鼎你 是谁做出来的 是谁做的 而且确保乙军继续战斗 并且实现最终目标 还要继续战斗 继续战斗 这个是说明了 没错 当然联合国也说 这是好事来的 开了一个口岸 也是好事来的 一个积极讯号 但我相信之后 一样是有这个 是救援人员没有的 他们不理的 现在说 不好意思 我以为他背着的书包是武器 所以就轟他们 真是好事 书包和工具 我远看不到 看不到 你就没有轟 也证明了 你是不是也会动手 你是不是也轟 一直都是 现在 外国人 即是欧美救援人员 你不是照轟 根本都没有避忌过 你说什么 没错 好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